吉安乡公所首次办理 为期一个月的110年度 原住民阿美族语中高级认证的研习活动 30号的上午是在阿美族文护馆结业了 立委傅昆奇 乡长游淑珍亲自颁发了结业证书和全勤奖 学员们最后是用母语合唱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来加深学习的记忆 并且将全力为12月4号的认证测验来做准备 由吉安乡公所首次办理的110年度 原住民阿美族语中高级认证研习 课程邀请自身母语教学经验的 吴阿金及黄岳春担任指导老师 带领30名学员以冲刺班行事 进行对话练习 听写训练 常话发音 更结合阿美族文物馆 纳豆兰部落资讯站模拟线上考试 协助学员们全力为12月4日 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做准备 虽然我的原住民语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我的原住民的文字 可能我就比较弱了一点 所以我还是 虽然年纪大了 我还是愿意来学习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计划 非常棒的一个提倡的一个 对文化的一个传承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30位的学员今天结业了 我们要迈向的就是挑战我们认证的一个评比 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考试 所以今天特别来颁发他们的结业证书 同时赠予我们的这个考试的文具 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子各个都来拿到母语认证的证书 我相信吉安乡的努力 在母语的认证里面 除了我们的客家 也有阿美原住民 更要推赶到我们的德陆古 所以我们相信 族群融合幸福相成的吉安 我们一起努力 三十名学员不分老幼齐聚 经过一个月的课程终于在三十日举行结业典礼 在两位资深母语教学经验的老师指导下 学员最后用母语合唱我们都是一家人 透过歌谣加深语言学习的记忆 并祝福学员金榜提名 成为主语传承的部落种子 记者长邦彦吉安相报导